真的不要亂火 很厲害的感覺 會不會吃的太淹死了 那個阿豬馬在看 橘子吊飾 橘子筆 橘子果凍 橘子帽子 橘子包包 橘子玩偶 現在好像出了一點問題 就是台灣人叫做好像也不能有 嗨嗨 歡迎來到 意外一場 我是TY 現在是我們在首爾的第11天 今天我們要轉戰 白色韓國了 要去季州島啦 好讚喔 然後我們叫了計程車去金浦機場 Thank you 然後我們坐去機場是4萬韓元 現在想到飯店把我們叫最貴的計程車 黑色的 難怪昨天阿龍跟我們說台幣大概有500塊 怎麼今天變1000塊 原來是我們做的高級計程車 今天沒有整理到房 但是燙的還不錯 然後剩下就長這樣 完全沒有沾水 也沒有用水防止 我們到了 金浦機場 從首爾市區到金浦機場 大約40分鐘左右 但是人還蠻多的 比桃園機場還要多人 然後幾乎都是當地人 沒有什麼外國人的感覺 這一次去韓國呢 主要想要自駕 我們有辦國際駕照 然後這裡跟大家講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阿倫有跟我們講說 建議我們一定要辦7月1號之後的國際駕照 因為之前他是紀州島的時候有辦國際駕照 但是 租車的地方不給租 原因是我們國際駕照上面寫ROC 那租車的地方說呢 他們要台灣他們才給租 所以7月1號的時候就改辦國際駕照 變成台灣了 我們7月1號當天飛到韓國 然後早上 就在台灣辦國際駕照 為了就是要辦台灣的版本 所以這次紀州島呢就會跟大家講說 要怎麼租車啊 或者是我們有沒有租成功之類的 總共是4天 發瘋耶 這次韓影代理的炸雞 之後回收我要來吃吃看 天花板的造型非常特別 很漂亮耶 現在要過海關了 給大家看一下 新埔機場 還要坐巴士 出發了 好棒喔 好棒喔 好像私人飛機喔 超空曠的 感覺要演個 攤位戰士 喔好重喔 超級的 超多人的 大約是飛 快一個小時 到了 哈囉 機組 現在我們問兩間 左邊那間樂天 右邊那間不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問到價錢 大概4天是18萬 我們現在要租車 所以要拿駕照給他們 翔公子一直在猶豫說 到來我去問樂天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問問看啊 說不定樂天便宜很多 畢竟公司比較大 樂天 雖然說只要14萬 大概便宜台幣1000塊 但是他是9人坐的 其他小車都被租完 所以現在呢 又去問其他間 現在好像出了一點問題 就是 台灣的駕照好像也不能有 GG 現在翔公子正在跟他 溝通 剛剛有些激烈 然後他一直說不行 7月才剛開始新的 現在才過10天 他們可能還沒 接收到最新的資訊 幫大家做先鋒啦 之後他們就知道 台灣人也能來這邊開車了 你先拿 我們真的拯救了台灣 我們是先鋒耶 真的是很辛苦耶 剛剛真的是用了很多的力氣 用生命跟他 argue說 我們台灣現在已經可以 用我們的國際駕照出車了 右邊全部的櫃台人 都聚集在一起 然後說不行不行不行 反正後來他們有去查新聞 樂天那個小姐姐比較願意 去做一些查詢的動作 所以就跟他說 你們去查那個網路啊 網路上面就已經 新的公約就是可以 然後後來那個小姐姐 現在呢 就是把這個公約 給每一個其他租車人 對 現在他正在交 對 告訴他們說 台灣人現在可以租車囉 耶 好讚喔 出來了 好可愛喔 然後我們要搭借泊車 去租車的地方 結果上來之後 我們兩個好兇 逸進了一半坡子 辛苦香香了 太可愛了吧 我們的車子好小台 好可愛喔 甚至比我還矮耶 大家檢查一下車子 最好是幫他這些 有擦傷的地方 拍個照 冷氣先給他開到最強的 20 然後我們兩個呢 都有辦駕照 所以我們就會輪流開 他這個島好像全部都韓文 我沒辦法用 第一次在韓國開車 建給紀州島 目前還沒下雨 但感覺早上有下雨 因為地板也是稍微有點濕濕的 然後天空蠻黑的 這間超商的座位超可愛的 在外面 這也太可愛了吧 他們規劃會規劃一整個建築物 不會只有一面牆的感覺 街道有點日本風 我們好像稍微到了主街的感覺 路比較大條 然後人都 嗚嗚嗚 我們已經到東門市場了 我們太熱了 終於活過來了 啊 補充水分 原來我們只是經過一個小隧道而已 這邊才是東門市場 各式的韓式小餐 在這邊都有耶 各種魚乾 這裡也有各種魚乾了 不可能菜市場裡面還有7吧 我們現在在看菜單 他這裡有賣龍蝦 泡菜豬肉捲跟魷魚 欸真的不要亂火耶 龍蝦 哇 半隻半隻 喔 很厲害的感覺耶 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他切得很像壽司 聽說黑豬肉呢 就是季手島才有的豬肉品種 我覺得蠻好吃的 好可愛喔 好小顆的西瓜 各種很新鮮的海鮮 第一次看到那麼多綠色的蔬菜耶 他們這裡不是都紅紅的嗎 這鮑魚超爆發的 這一般邊是賣比較乾貨的地方 季州島的盛產水果是橘子 又是各種橘子了 這個是進入特產小米紅豆糕 小米紅豆糕 這個是 你說這個是什麼 Castara Castara Castara的中文是什麼 Castara就是 如何如何 裡面是抹茶嗎 太少 好複雜的口感 你的好吃嗎 你的不好吃嗎 我這樣問我 我們先走吧 謝謝 謝謝 好吃 欸 雞子的比較好吃耶 跟你們說 我想像中的甜甜的 就不是它鹹鹹的 我對是鹹鹹的 你真的很鹹鹹喔 就是 很多味道在裡面 你會不會吃的太淹飾了 那個阿祖瑪還在看你喔 啊 麻糬水喔 那個藍色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有橘子周邊 有橘子巧克力 橘子啤酒 橘子燒酒 橘子吊飾 橘子筆 橘子果凍 橘子帽子 橘子包包 橘子玩偶 我們來到一間 辣炒年糕店 那是偶類的東西吧 還有兩個餃子 而且它辣炒年糕會不會太粗了啊 那後面那桌看起來好好吃喔 而且那弟弟看起來很好吃 我們剛才查了一下 我們想要去的景點 就是燃掉時光的一些拍攝場景 結果 季州島比想像中大非常多 我原本想說可能就是一個澎湖之類的 我們要去的一個地方 就要開車開一個多小時 而且還不到島的一半 我覺得環島可能要六七個小時 現在大約是晚上的六點 我們要先回飯店休息一下 因為今天為了要坐飛機有點早起 我剛剛買了一雙柯打的鞋 這個是海影代言的 它是拿錯尺寸給我嗎 為什麼是上面寫二零 它四十二真的有點小 然後它的炫頭又比較窄 所以我就要跳一號 就是四十四號 結果我明明就說我要四十四號 結帳的時候他給我帶走是帶四十二號 然後我想說欸怎麼是二六零 我明明就要二七零 後來我回去跟他講 他說啊 你不是要四十二嗎 我們來吃晚餐啦 然後這一條街呢 大家有看到上面的扛棒 黑豬肉 整條街都賣豬肉的 剛剛我們回去睡了一下 因為今天真的好累的感覺 坐飛機就特別累 欸現在是素顏狀況欸 好像很開心耶 我們決定吃這一家了 給香公子選 因為我沒什麼意見 我覺得這一條街 應該都大同小異 你可以 這個花丹也只能吃三兩隻 你們是哪裡啦 台灣啊 對就是黑豬肉 我們來吃吃看 絕菜 嗯 吃起來就很像一般的蔬菜 點餐有分兩種 一種是兩人套餐的是六萬塊 然後有鮑魚跟三種不同的肉 我們點的是單人 單人套餐的話就是一個人兩萬二 現在要來吃黑豬肉了 真的有不一樣嗎 就是豬味特別重 就跟你吃山豬肉一樣的概念 原本肉的味道在加重 我們的套餐呢 它有附一個冷麵 這種就是水冷麵 跟我上次拍Costco開箱的那個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飯店了 那今天季走一日行程 就到這邊結束了 大概給你們記錄一下 大概給你們記錄一下 從首爾來季走的一些行程 我們還要在這裡待在大概兩天半的時間 如果有好玩的行程 會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新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下一個讚 還記得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 這裡了 很簡單的 謝謝 耶 可是這液館他們不算一千多塊 非常可以耶 就是很簡單的液館 但它是一個小雙人床加一個單人床 hect歹的 謝謝 趕緊 不要